草原是八部人马三万左右 已经南下 几天以后就到达长安 高祖李渊大吃一惊 玩独子了 前不久他刚刚下定 将关注地区的26万人 裁刷到了3万人 原本想着能增加劳动力 迅速恢复战后经济 可谁曾想 竟忘了突厥这场了 三万先锋直抵长安 20万铁骑做后退 这是要对大汤高层 来一场斩首行动呀 这可杂政啊 建立渊快崩溃了 太子李渊成主动请应 我愿领兵征讨草原十八部 太子有种 李渊大席正要拍板 怎料太子画风一转 或者领兵防守长安 本想将功赎罪的太子 到底还是底气不足 连凤凰都为之如虎的突厥 他实在是没有把握取胜 万一交战不力 别说太子之位了 恐怕小命都不保 这让李渊的神情为之一暗 一个松抱 关键时刻掉链子 哎 大唐的军权 又要落在市民的手上了 李渊很不情愿地再次委派 李世民为行军总管 全力抵抗突厥来犯 李建成慌了 他不得不承认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 在自己之上 只要国都还在长安 突厥就随时来犯 李世民就会因此 捞到不少战功 从而增加威望 以及当上皇帝的可能性 与其让别人耽误我这个太子 不如让我这个太子耽误别人 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计划 在他的脑海中酝酿而生 正一想到草原十八步 就轻尸难安 李渊的烦恼 就是这个计划的突破口 再向培记暗中附和 一同给李渊施压 就比如这次 以长安仅有的一万步兵 对抗突厥的三万骑兵 无异于遗乱击石 大唐唯一的优势地理纵深 又因距离突厥太近 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打起来毫无胜算 一席话说得李渊后背发凉 越来越觉得 长安这个地方太汤屁股 沿途的火候一到 李建成正话反说抛砖引玉 此时的李渊满脑子都是 如何才能摆脱 突厥对他的战胜行动 培记推荐的乡州 就是如今的湖北襄阳 正和李渊的先议 乡州北祖大山 突厥骑兵再厉害 也无法翻越太白山 南通大江交通便利 粮食共用方便 不过培记和李建成 选择乡州的真正目的 却是借此来削弱李世民 一来乡州不同洛阳 不在李世民的势力范围内 到了那里 双方的势力就要重新洗牌 二来乡州远离突厥 李世民就捞不到军工 自然也就没有机会 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了 对此李渊也是心知肚明 脑袋一晃当即拍板 既是防突厥这个外贼 也是在防着李世民这个家贼 迁都一事 自然而然地落在了 李渊最为信任的裴激身上 三招之后 李建成暗示裴激 不要让秦王知道的太早 这可给裴激提了醒了 为此他转手就来了 一招骚操作 什么骚操作 项目外包 这个人太狡猾了 皇帝让他负责迁都 他却把活外包给了一个 斗大的字都不是一箩筐的老头 为了能够让项目顺利验收 他命远给老头配上两个 抄抄斜斜斜的助手 也不愿意换成一个 能力更强的人来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老头虽是香巴佬 可他的女儿却不简单 当今圣上的宠妃张婕瑜 裴激的算盘打得啪啪响 让张国障接受这个肥柴 他的女儿张婕瑜就少不了 在陛下那里吹风使劲 迁都一事 自然也就铁板钉钉 他也就能坐向其成 心安理得地接受着 那些抢着优先去新都的人 奉献上来的真金白银 有的人用车拉来丝绸 东西真多 还有陈湘墓的屏风呢 退一万步讲 万一此事办砸了 有张婕瑜替他背锅 也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可农民出身的张国障 哪里看得懂 裴激的狐狸手段 还真的以为 像裴激说的那样 张婕瑜平日里 对我很关照 我总想找机会报答他呢 殊不知他在前线 辟颠辟颠忙碌的时候 老狐狸裴激在背后 收贿赂收到双手发软 他甚至还贪出了远见 别人要搬家 我们也要搬的 这些东西都是累赘 让他们写个借据 等到了香州 再还我就是了 结果此事被太子知晓 太子借机敲打裴激 裴激为了表忠心 连马把搬迁人员的顺序表 提前泄露给了太子 只见那表上写着 秦王府的那帮人 因为能争贯战 李英伟朝廷殿后 抵挡突厥的进攻 最后再搬往新都 太子对此非常满意 突厥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秦王府的人殿后 不得死绝了才怪 就算不死绝 也得元气大伤 到时候看他李世民 拿什么给我争太子之位 此时的李建成 已经到了和李世民 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为了最大可能的削弱 甚至是干掉李世民 身为国职储君的他 宁愿牺牲一些国家层面上的利益 然而李世民第一个不答应 迁都 混账 谁提出的迁都 难道要把长安拱手 让给草原十八部吗 我看这个太子 实在够不上太子 得知堂堂的大唐太子 竟然怂恿陛下迁都 前往李世民第一个不答应 古往近来哪个王朝 没遇过边境外患 可你们听说过 有因为边幻就迁都的朝代吗 父皇内的愿景是 暂时规避突厥的锋芒 等到国力恢复以后 再来收复关中失地 可你别忘了 关中一旦是大唐 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 一旦把关中拱手相让 别说将来收复失地 就是迁都以后 恐怕也别想得到安宁 李世民的话 深深地刺痛了李渊 迁都不就是为了 避开突厥的锋芒 以图养精蓄锐 将来要突厥血债血偿吗 正如世民所说的那样 那迁都还有什么意义 李渊因此有些动摇 可突厥毕竟大边压境 如何避免他们对大唐高层 进行的这场斩首行动 他的心中依然没底 燃眉之急依然无法解决 可李世民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以关中的人口基础 和长期积累的军事基础 是完全有可能战胜 孤军深入的突厥大军的 因此他趁热打铁 发出了那一枪震笼发聩的豪言壮志 当年获去病 年仅十八岁就发出 匈奴不灭 何以家为的豪言 今天 世民当众发誓 何时草原十八部来犯 儿臣领兵抗击 万死不死 对于二郎的本事 李渊心中相当有数 他相信他能做到 再说了 遇到困难就逃避 那也是很丢脸的事情呀 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会 于是他大消了迁都的念头 迁都之事 今后 不许在意 并将当初因崇尚文治 而撤销的二十几万军队 重新制军操练 专门用来对付突厥人 眼下就有二郎李世民 带领长安的全部军队 全力对抗突厥的数万大军 李世民及时阻止了迁都 就算是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可面对来史汹汹 且战力强悍的突厥铁技 在战力和数量上 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李世民 又该如何发挥 他那天才般的军事战术呢 各位看官老爷们 咱们拭目以待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